李清兆私人劇團感傷動作派成立十年 推出新編歌仔戲《石秀》 在《水浮傳》裡面描述的石秀 是一個替人出力 好管閒事的拼命三郎 但是到了作家施直存的筆下 他描繪了一個暗戀一嫂 親世義兄的石秀 編導透過歌仔戲的表演形式 重新定義什麼是好漢 什麼是淫婦 而服裝與肢體也不同於傳統 葛仔戲令人耳目一新 以清兆私人劇團感傷動作派新作《石秀》 描寫石秀投靠結拜兄弟楊雄 卻愛上了美艷易嫂潘巧云的故事 在劇中描述了他後來殺嫂的內心掙扎跟變化 在劇中心掙扎跟楊雄 兄弟情義朋友情義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在討論男人題材的時候 勢必是一定要回答的 那石秀跟楊雄有一個奇怪的超展開 我覺得 那透過他這個超展開去看說 這個108條好漢彼此之間的這個 可能也會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觀點 這一次選石秀就是 我們可以多講一些石秀的黑暗心理 然後這個石秀的變態轉折了 用他的觀點來看這些人 導演遊走在跨文化跟傳統戲曲間 致力創新作品的形式 他讓歌仔戲演員穿上類似和服的裝扮 並在肢體中融入日本無勇的身段 要帶給觀眾不同風格的歌仔戲 為了詮釋好潘草芸這個淫妇的角色 編導特別安排演員在舞台上大膽演出 令人臉紅心跳的床試 我們可以想一下 其實所謂的淫妇 用現代的意義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 追求有更多自由 和選擇性的一個女人 那以前的時代是這樣 那麼是否這樣的一個束縛 也仍然在我們身上呢 下集中 聖地坡你 你是看你的聲音 付出的大事 喔 秀頤 秀頤 找人 當時心停而已 導演集合了優秀的歌仔戲年輕演員 也力邀白雪綜藝團的 當家花旦同彈演出 讓傳統戲曲跟現代戲劇 相互撞擊出新的火花 也因為形式跟過去不一樣 讓這批歌仔戲演員 要忘記過去的訓練 重新調整演出的方式 在編導的創意下 石秀重新翻轉了情緣的想像 也讓觀眾看到歌仔戲的創新演出